台南有驾驶开车开到一半 整台车突然倾斜下线 下车一看发现竟然是路面破了一个大洞 右车轮直接卡了进去 驾驶只好报警求救 疑似是因为日前连日大雨路机流失所导致 路口处好几台车来到内侧车道准备转弯 这时就在前方隐约可以看到地上有一处坑洞 其他车辆顺利闪过 但后方一台红色轿车往前开 下一秒他的右前轮胎不偏不倚掉进洞里 整台车倾斜吓坏车上民众 事发在15号下午台南健康路和金华路口 马路突然塌陷造成红色轿车轮胎卡住动弹不得 原警赶到现场架起三脚锥疏导交通 所幸这起意外有惊无险没人受伤 因为这几天嘟嘟嘻嘻嘻在下雨 原判老旧的香港可能有一些漏水 那就会造成这个路机的超空 怀疑是连日大雨量货 而在事发当天台南地区也发布豪大雨讯息 而14小时内可能达80毫米 市府人员到场勘查先协助车主把车辆吊起来 后续也派公务局检查湘海内部把道路填平 确保用路人安全 只有红不齐台南报导